大家好 今集音乐读书会非常特别 因为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不是一本书 而是一篇文章 作者仍是鼎鼎大名的贝多芬 没错 就是他很出名的《凯利根斯塔特遗书》 这篇遗书写自1802年 当时贝多芬开始受到耳疾的影响 开始听不同的医生的建议 其中一个就是搬来维亚纳 去到附近一个叫做《凯利根斯塔特》的乡村居住 希望在一个宁静的环境之中 可以让他情况好转 不过事与愿违 他的情况没有好转 而且他还在这里写下遗书 这篇遗书在他在生时 从来没有被记出过 是他死后后人在那里发现 所以也将他命名于《凯利根斯塔特》遗书 而那个住所其实到现在都存在 甚至开放给游人的参观 我以前去维亚纳的时候就参观过的 在这篇遗书里面 大家可以在这个字旅行间里感受到贝多芬 他因为受到耳疾所影响 所以带来的沉重打击 他的那种绝望 特别是他因为他是一个音乐家的身份 令到他更加痛苦 这些全部在他的文字中表露无谓 但也说到他为什么会继续生存下去 因为就是为了他的艺术 他觉得艺术是他人生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任务 吴帝卡尔和约瑟贝多芬 哦 你们这些觉得我恶毒、横顾和厌世的人 对我的误解到底有多大 你们不知道我之所以对你最有秘密的原因 由孩童开始 我的心灵全都充满游情善意 我亦立志要成就伟大 然而想想我六年以来无望地受尽折磨 被容易搞垮 好转的希望亦连幅连落空 到头来却要接受长期病患的现实 纵然生性火热、个性活跃 而受社会影响 但我很快被迫抽离自我孤独生活 有时我尝试忘却一切 啊 若听的交悲经历 他严苛地把我赶回 只是我不可能跟其他人说 大声点哭出来 因为我是龙的 啊 我怎可能承认我神弱 无种意义上 我要给其他人完美 意识到我要自尊完美 自尊我生涯中少有或前所未有的完美 啊 但我做不到 所以当你见到我本可喜迎你 他又暗自收起时 请原谅我 我的不幸对我来说是双重打击 因为我被误解包围 跟我的追随者一起 半点又不轻松 没有内涵的对话 没有相互的交流 我必须寂静孤独而活 进个流放的人 只有在不得意的情况下 我才会跟社会打交道 当我靠近任何一个人 刺激的恐惧就会将我麻痹 我怕暴露在被人意识到 我听力状况的危险之中 在过去六个月 我在这个国家就是这样过 我的天才医生祝福我 听力被留多少得多少 但有时我不服于沉悔的欲望违背了他 令他几乎陷入跟我一样的心态 然而 当我羞辱的是 当我站在身边的人听到远处的嘀声 但我听不到 又或者 谁听到牧羊人的歌声 但我又一次听不到 凡此种种都让我绝望 再多一点点 我就要了此残身 唯有我的艺术拉住了我 在我内在所感受到的东西倾尽之前 我没有可能离开世界 因此我沽且忍受者可怜的存在 如此疑惑的身体真是很可怜 他可以好地利地急转直下 耐性 他们说 是我现在的不易指引 而我只有这样这样做 我希望我的决心可以始至不易 借到感化者残酷网开一面为止 或者我会好过来 或者不会 我都准备好了 而十八岁就被逼成为一个哲学家 绝不容易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 这个比其他人更艰难 知性者 你知察到我自内的灵魂 知知其中存在对人类的爱和做好事的心 哦伙子 你日在某一时读到他 请你想想对我多么的不公 曾经有一个不幸的人安慰自己 曾遍那里有跟他相似的人 仅仅自然尽其所限 他的尽其所能 让知名的艺者和人们接纳 你 吴帝卡尔和若翰 一旦我死了 斯密德医教授仲在山 请你以我的名义描述我的怪病 他有我的病历 可附上这首写的文书之中 以便我死了之后 至少世界会和解 与之同时 我宣布你们两个成为我小财产的继承人 公平贪风 互助互面 长久以来 你们所知对我所做的伤害都原谅了 跟你说 卡尔弟弟 我特别感谢你最近吸我看的那件事 希望你可以拥有给我更好更自由的生活 赋予孩子美得 只有他 而不是金钱 才可以令他们快乐 这是我经验之谈 这个是支持我度过痛苦的东西 感谢他和我的艺术 令我尚未自杀 终结生命 再见 要彼此相爱 我感谢我所有的朋友 尤其是李克洛夫斯基王子和斯密德教授 我希望王子的乐器可以留给你们其中一祸 但不要为此理争我夺 只要他达到更好的目的就可以卖掉 能在坟里面都可以帮到你们 是何等的快乐 就是这样 我高兴得说着要死 如果死亡在我有机会割展艺术之场前来到 尽管我命运艰苦他仍是来得太快 而我应该祈求他迟一点 但就算这样我都应该高兴 他不是带我脱离这无止境的受苦吗 你想来就来 我想你一个痛快 再见 起我死后不要完全忘记我 我值得你这样 因为忠我一生 我都时常想念你和你怎样令我快乐 答应我 路易 范 贝多芬 1802年10月6日 我读的是贝多芬所写的 《凯利庚斯塔特遗书》